本来只是一个小数目 三五百万 因为两年的时间 以至于立上滚立 滚了变成三四千万了 这件事情最让我痛心的 就是我们的兄弟之情 完全崩裂 我也无言对我的两位弟弟 我相信我两个弟弟 会看到我的新闻之后 会对我有所谅解 原来始作庸扭者的人 不是我 而是另有其人 这位江姓女弟子 四哥小哥 快看过来看过来 你们出家的姐姐横竖法师 一号案铃控告江姓女弟子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江姓女弟子和横竖 认识多年 十年前 江女曾捧着三百二十万支票 支持横竖法师开直播 令她改念在心 之后江女在早上横竖表示 因为她公共网生 有一笔价值上益的土地可以继承 但她无力负担高额遗产税 希望横竖能帮帮忙 江女并强调事成之后 一定有所回馈 为了取信横竖 江女还开了一张 起钱八百万的本票 横竖替她向低下钱中借钱 没想到江女拿到钱后 就此人间蒸发 三百万起跳的高利贷 两年之后滚成三千万 让横竖气得对江女提高诈欺 我再三的给江系女子机会 让她面对我 可是她仍然以不理不睬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今天必须要站出来 我要对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横竖法师 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出家人 这件事情最让我痛心的 就是我们的兄弟之情 完全崩裂 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实在是不解 为什么一个修到这么多年的人 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高利贷 对于清和张飞 你们的姐姐是优秀的 你们的姐姐 因为滴水之恩 必当涌泉以报的这个心态 换来的是这种下场 我相信我两个弟弟 会看到我的新闻之后 会对我有所谅解 横竖法师对弟弟们始出善意 对于中国网友悟传 肺玉清癌症已经扩散 危在旦夕 吓得我全身发抖 我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我的侄子少青 他告诉我说 没这回事啊 前两天还在吃饭呢 怎么会有传说这种传言呢 尤其更好笑的是 肺玉清跟江慧结婚了 然后我这个大光头的大夫姐 还到医院去抱小孩 我要指责全世界网路乱象的这些 以这种不实的报道来变财的这些人 我诅咒他们